河北衡水的饶阳县是现代化农业强县 蔬菜播种面积达到43万亩 其中摄氏蔬菜高达34万亩 春季气温回暖 正是果蔬羊苗重要的生长阶段 当地农户开展了繁忙的春季管理工作 在饶阳县南北沿村的摄氏蔬菜万亩棚市区 一座座温室大棚整齐排列 棚内果蔬幼苗长势喜人 村民们正有序开展蔬菜管户 在村民寒占井的大棚里 田瓜幼苗已长到一人高 现在正是绕秧和整只打岔的时候 我这个棚是一磨半两斤 十六秒的一磨半 在这个三级片刻苗 产量就是反正这一炒瓜 小料能弄碗数金 往人家这个价格来说是三块左右 反正这一炒小料能收三万多 一年这个温室能弄六七万吧 近日恒水气温起伏变化大 为保障秧苗顺利生长 当地还派出农技专家 赶来开展农业科技服务 现场指导种植技术 并虫害防治等问题 注意喷的湿度即是痛风 铺上底面降低喷的湿度 假烧冰害 据了解 饶阳县蔬菜大棚 种植已有三十多年历史 目前该县大棚总量达9.5万个 年产各类蔬菜240万吨 各类鲜石葡萄30万吨 感谢观看